Oh I got lost on the way to you In an orange sky by the ocean blue Everyman loves my soul renewed Taking by the sunrise and the golden view Toyota最畅销的休旅车RAV4 在近期终于推出了 备受期待的GR SPORTS版本 这款欧规款的车型 在内外都经过了一番的全新的设计 弥漫着赛道的一个风格 同时也进行了底盘悬吊系统的一个强化 带给驾驶者更运动化的感受 在动力的方面 消费者也可以选择2.5升Hybrid 与这个2.5升的PHEV两种油电动力 售价分别为47,000欧元 约新台币151.6万 和55,500欧元约新台币179万元 可是更想知道的是 会不会像RAV4 Adventure一样 未来这个RAV4的GR SPORTS 也会跟进进入台湾的市场 我只能说让我们继续的看下去 而运动版本的RAV4 GR SPORTS的外观设计 特别注重这个性能的一个风格 采用了重新设计的前后保险感 视觉效果更低 而且更具流线感 尤其在车尾的两侧的一个导流孔 不仅是装饰 更能促进这个空气的一个流通 水浆格杂也是 更新成了一个黑色风潮状的一个样式 从这个前雾灯 一直延伸到这个后保险感的下缘 让整辆车更具立体感 此外RAV4的GR SPORTS 还配备了造型粗犷的19寸 双热5伏式的人圈 让整体车型的外观 更添加了这个性能的一个气息 在车舱内饰方面 GR SPORTS的车型 与去年登场的欧规版本的RAV4一样 搭载了12.3寸的数位仪表 具备了K9、SPORTS、TUF、SPORTY 四种模式的可供选择 在中控的方面 则搭载了10.5寸的影音车机 支援HEY、TOYOTA 远音辨识和这个无线APPRO CABRE的一个连接功能 此外作为GR SPORTS车型 车内头枕和这个方向盘上面的GR灰式 自然是不可缺少的 大家也可以从这个内装细节的一个变化 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个GR SPORTS 更增添加了这个性能的一个氛围 而且大家也可以从这个画面上看到 后座的空间也是相当的宽敞 而且搭配这个六四倾倒的一个功能 让后座的行李空间再次放大 当然RAV4 GR SPORTS 不仅在外观上面更加的突出之外 在它的性能上面更强 动力系统也是一大亮点 此款车型提供了2.5升Hybrid 跟2.5升的PHEV两种油电车型的一个选择 并且搭载了AWD四驱的一个系统 Hybrid版本也有222匹的一个马力 和8.1秒的加速表现 而PHEV车型则更为强大 具有306匹的一个马力 跟6秒的一个加速时间 此外电池组还能够带来 长达75公里的一个纯电行驶的一个旅程 根据WLTP的一个规范 此外GR SPORTS的一个悬吊系统 也进入了额外的一个强化 使得这个驾驶者能够体验到 更加刺激的一个驾驭感受 例如相较于标准油电版本的一个车型 PHEV的悬吊主尼避震筒 跟这个躺完的强度 增强的幅度更高 让这个RAV4的一个GR SPORTS版本 在操控性能上面更胜一筹 在这边听格说了这么多 对于这台GR SPORTS有兴趣的朋友们 记得要运用我们的练力 让台湾的原厂能够尽快的 把这台GR SPORTS有机会导入到台湾来 爱车的朋友记得订阅格的频道 兄弟们小小的一个订阅也按赞的一个动作 对于格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前进的动力 希望格今天的分享 你会喜欢 See you next tim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